Hello 大家好 我不知道你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一种窘境 那么你在电梯里或者是靠近别人的时候 有的人他呼吸会呼出一些味道 就口臭或者是这种食心子的味道 那么我可以判断此人一定有亚洲炎 或者是油门螺旋杆菌 或者是食道食管倒流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感到这个嗓子好像有一种刺一样卡着我 然后我就觉得异样的一种感觉 异物的感觉 那么就去到医院查体 那么医院的医生看了以后 用胃镜看了以后 他说我有这个食管倒流的现象 那么这种食管倒流呢 这个食物躺着以后 躺着睡觉的时候 它倒流 然后把我的嗓子这一段食管 然后烧了 有灼伤的感觉 有灼烧了 所以说就有这种异物的感觉 好像老爵日这个嗓子 有一个刺在刺我一样 像鱼刺一样在那种异物感 后来呢 我就研究着这个油门螺旋杆菌的流行情况 发现雅医 特别是华医 比较高发 当然是由于我们华医 不喜欢分餐 我不想追究怎样造成的 我想知道怎样去治疗和根除这个疾病 那么我就在网上做了很多的这个research 我就发现了这个来蒙水可能会对有较强的这种消炎和增加免疫力的这些功能 所以我觉得来蒙水可能会对治疗这个食管倒流的这个疾病会有帮助 于是呢 我就研究了柠檬水 我发现柠檬水太好了 可不是可喝不喝喝的问题 是必须喝 柠檬呢 一颗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B6A和E 以及叶酸泛酸 矿物质含有钙 钾 磷等矿物质 那么据研究呢 四分之一的这个柠檬 它含有 百分之三十一的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C 百分之三的叶酸和百分之二的钾 所以整个整个的这个柠檬呢 它含有就是我们每人每日维生素C摄入量的一百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含有百分之二十二的这个钾 那么这个胃的这个螺旋杆菌呢 是造成我们 严正 油门严正的 一个罪魁祸首 那么增强这个免疫力呢 便是我们根除这个 治疗这个感染的首选 所以柠檬中呢 柠檬中呢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提供我们强大的免疫力 那么当我们身体感染或者疾病的时候 那么通过提供这个电解质 来改变我们身体当中的酸碱度 PH值 那么来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有丰富的生物类黄酮 那么它可以抵抗炎症 那么它还可以刺激我们唾液 分泌 从而让我们的这个胃细菌的这个口腔呢 细菌可以得到冲洗 所以呢 我们用柠檬水呢 这个可以保持我们的水分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水分 另外一个抗感染的一个法宝呢 就是我们要杜绝产生这个毒素的环境 我们每天吃好多东西 我们肝脏必须努力的工作 才能帮助我们消化和解毒 我们的细胞的新陈代谢 我们都会产生一些毒性的一些东西 一些都会产生一些自由基 那么柠檬呢 具有强大的这种排毒的效果 那么它可以清除我们血液中的毒素 那么这些毒素呢 对我们的这个外来的物质 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外来的物质 有清洁的作用 那么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 如果这些毒素不累积的 而不被清除的话 我们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健康的疾病 比如说有螺旋杆菌 有消化不良恶心等等 这些疾病 柠檬水呢 它就可以逆转 并帮助我们防止血液中的毒性的这种积累 所以说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肝脏 清洁这些外来的入侵者 所以非常好 柠檬水 那么我们喝柠檬呢 一般有两种喝法 一种喝法呢 就是冷喝 冷喝呢 很容易就是切成两片 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 或者凉水里 那么这就我们每天早晨就喝12盎司 或者喝这么一杯子 我呢 我就喝这么一瓶子 那么柠檬水呢 它可以 我们喝完 喝不完呢 我们还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那么这是冷喝 还有一种喝法呢 就是一种热喝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 就是温水 然后加上粉碎的这种 柠檬 柠檬汁 那么这种喝法呢 就是我们早晨呢 最好是早晨的是空腹的时候 然后喝一瓶子 喝一瓶子 你喜欢喝凉的 喝热的都可以 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助我们冲沙 冲洗我们的这种胃部 然后和肠道 促进这些肠道功能的蠱动 那么你只要坚持这样几周以后 你会发现 那么还有一个像我一样 像我呢 我本身的有的时候呢 我就自己 我就成这样一片一片的 我就吃这么一个 或者吃半个 有的时候吃一个 一天吃一个 一天吃半个 这样的话 我就整个的就咽到肚子 咳两下就咽到胃里边 然后这样的话 感觉到胃的就热乎乎的 然后就 时间长了以后 就觉得好像很舒服 我相信你只要坚持这么几周 你就发现你的口臭啊 和这个胃口的这些味道 就不知不觉的就没有了 而且你还觉得你精神气爽 然后下午呢 也不会感觉到累 很头脑清晰 也自信心满满 不信 你试试看 我也说是我 这个喝柠檬水的这个经验 这个柠檬水呢 就是说 这个 它的这个消炎作用 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强的 对这个压周炎 好像很管用 以前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 牙周炎 就是说 特别厉害 经常的都 就是说 一抠牙 就用牙线一抠牙的时候 就是 只要中间隔一天不抠 第二天抠牙 那个牙准是出血的 而且呢 每次看牙医的时候 医生总是说 我的牙周炎很厉害 需要deep clean 所以说呢 就是说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从喝了柠檬水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好像我的这个牙周炎 明显的好了 然后呢 现在我的牙 就是说很少出血了 根本不出血了 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说 你的牙 很奇怪 牙周炎好了 不需要 deep clean了 而且呢 就是说 你的牙挺好的 没有牙周炎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变化 确实是很大的 而且你的牙齿又白又亮 又白 我的牙齿一共都白 但是这个牙周炎 确实是好像 对 现在没有了 以前的时候 每一年 就是说 每一次去看牙医的时候 他都说 我的牙周炎很厉害 每一年都要做 一两次 这种deep clean 对 花好多钱 去 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关键是 对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柠檬水的消炎作用 确实是很大 再一个呢 我觉得我有很有体会的 就是说 这个柠檬水呢 它好像这个 感冒 咳嗽 治感冒和咳嗽 特别管用 就是说 我们家里 不管是谁 感冒咳嗽 然后呢 我第一件事 就是先给他们 上一根子 柠檬水 柠檬水 柠檬 金桀 就是柠檬和姜 柠檬打成汁 用打汁机打碎 然后呢 那个姜切碎 然后倒上开水 然后我就让他们灌 然后呢 再加上后院的这种 什么薄荷呀 还有这个鱼腥草 再喝成什么东西 就是说 只要是这个 加上这个柠檬 这个金桀水 然后这个感冒咳嗽 对 特别是你一开始感冒 咳嗽的时候 你赶快的上 就是打上一瓶柠檬汁 加上就是切碎的这个金桀 就是姜了 然后用热水泡着喝 然后呢 你再适当的吃一点这个薄荷 然后你要是家里后院 有这个 有这个叫什么 蒲公英 就是都吃一点 对 然后呢 就很管用 因为咱们在这里生活 咱都知道 因为咱们要是说 感冒发烧 感冒咳嗽 然后难受的药命 到医院去看医生 医生就会说 回家喝水 他根本都不给你开药 所以说呢 你也不需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 就是说 你马上就赶紧的上了 这个柠檬姜水喝 真的很管用 会是你的 这个特别是咳嗽 会有效的得到控制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个我是 旅试旅 每一次试 每次都有效 就是说我们家里人 现在就是 不管孩子大人有病 然后我都是第一时间 马上让他们 喝上这个东西 柠檬汁 对 还有呢 这个您说什么 我就是说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柠檬水 你喝 你一吃柠檬的时候 喝柠檬的时候 你第一个感觉就是 分泌你的唾液 实际上这个唾液 对你的健康非常重要 所以说呢 你一吃那以后 然后它就会 这个唾液 有这个消炎的作用 也有消炎的作用 所以说呢 它就让你口腔 和这个呼吸 这个食道这一个地方 都会有这种消炎的作用 柠檬本身 它的消炎作用就很强 对 而且呢 还有柠檬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说 到了春天 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 都有这个花粉过敏的情况 这个花粉过敏呢 它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 就是柠檬 就是说你把柠檬打成汁 平时经常喝 或者说柠檬切成片 然后呢 你如果能吃糖 吃蜂蜜的话 能吃糖 甜的话 你就把这个柠檬 然后呢 切成片 然后呢 放到一个container里 放到一个 像饭盒里边 什么瓶里都好 铺一层柠檬 然后上面放一层蜂蜜 再铺一层柠檬 再放一次蜂蜜 然后腌它一两天 然后你就每天 拿出那么几片 这个用这个蜂蜜腌过的 这个柠檬片放到嘴里吃 每天吃的几片 然后呢 对你的这个花粉过敏 都有非常有效的帮助 这就是说 我呢 不是吃那个糖呢 所以我吃这种 就是这个牙一牙的 我们好几三四种 来嘛 那么其中有一种呢 就是说 它有可以一牙一牙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 可以就是直接吃 这样的一牙就可以 不过它是 它可能肠胃比较好 都是直接就把柠檬吃掉 然后每天吃半个到一个 对 但是呢 有的人可能 如果肠胃不是很好 可能不能这样吃法 所以说每个人 我觉得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对 这个蜡蜜 它的这个酸度 就是不同的蜡蜜 它的酸度不一样 你像这个呢 就是说 ERER的这个 它一旦成熟了以后 ERER的 它这个一旦成熟了以后 然后它就 像橘子一样 它的这个酸度就没有那么酸了 所以说呢 它就这个比较好 它都当橘子吃 但是呢 我觉得每个人 它的这个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如果说你的肠胃比较弱的话 你可以不要一大早 就起来喝柠檬水 你可以先吃一点东西 然后吃完以后 弄的柠檬少一点 然后呢 冲的淡一点喝 但是这个柠檬水 它的作用确实是非常大 非常好 而且这个柠檬呢 它可以帮助你 把这个 你的这个肾里边的毒素 把它排出来 对 比方说 你可以预防这个肾结石 或者说 有的人经常吃药 对 或者说 经常吃药的人 它就有可能 这个导致 肾里边 肾中毒 你如果经常喝这个柠檬水 对 它就可以帮助把肾里的毒素排出来 对 经常吃药的人 或者说你做化疗的人 你如果吃很多的药物 对 有很多的这个毒素在你身上 你喝一点这个柠檬水 每天都坚持喝这么一瓶柠檬 一瓶到两瓶柠檬水 对 绝对对你的这个排肾的这个肾毒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柠檬确实有很多的作用 对我觉得这个这个柠檬水啊 就是说你没病的时候 你胃肠功能比较好的时候 还是希望就是喝凉的柠檬水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虚弱 或者有病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虚弱的话 你最好是喝温的来柠檬水 我是一直都是喝温开水 对你是喝温开水 我是喝凉的 他是喝凉 但是我一直因为我的肠胃不是 对 没有那么strong 所以我都都是喝这个温水 用温水然后泡 因为用凉水 用室温的水泡 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不会把里边的卫生素破坏了 对 这是他的好处 但是呢就是说每个人跟你情况不一样 不管是温的还是凉的 但是你喝了以后 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有帮助 我自己就确实感觉这个柠檬作用很大 因为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柠檬的作用 所以说很想把这个呢也推荐给大家 希望这个方法对每个人都能够产生作用 都有帮助 对 关于柠檬的这个消炎作用呢 我还想再说一个例子 就我们家有一个亲戚 他从国内来 他就是说他那个嗓子就是一直的都是这样 嗑嗑嗑 对 就是听起来很难受的那个很难受的感觉 对他老是光想清嗓子一样 因为可能是在国内这个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就是老是就是一种清嗓子 厌症 始终 就是每过几分钟就往外这样轻呀轻呀 对 所以说来了以后 因为他在我家里住了很长时间 旅游来住了很长时间 我就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 哎哟听着好难受 后来我就给他 我说 我说你喝一点柠檬水吧 我就给他做这个柠檬水给他喝 然后呢 他喝了几天以后就觉得 哎哟还真是还真是管用 然后呢 他他从那以后呢 他就是说现在回了中国以后呢 还特意栽了这个柠檬树 因为中国可能柠檬不是很方便 所以说回了国以后 特别特意栽了柠檬树 然后从阳台上栽了好几棍柠檬树 从花盆里边 而且也学着我 只要家里有人感冒咳嗽 然后也是用柠檬和姜泡水喝 他说真是很管用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柠檬水作用 是很大 对 宁丹卖妙药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讨论 讨论 萊蒙水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帮帮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